欢迎回来 近日央视太湖美音乐会在无锡档口古镇录制 现场邀请到了不少文艺工作者来演绎经典流行歌曲 我们记者到现场多次探班录制花絮 下面就来看看无锡的美食美景等 都给明星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 今天先来看中国内地男歌手周深眼中的无锡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当知道要演唱太湖美的时候 是我一开始会觉得挺好的呀 自己很熟悉的一首歌 然后再去这首歌会觉得压力就会随着我的了解越来越大 因为有非常非常多非常著名的歌唱家都演唱过 而且每个版本都非常经典 而且也是无锡的试歌 那一下就会觉得自己会害怕会唱不好这首歌 歌手周深在谈及无锡印象时 表示无锡的美景与美食都非常吸引他 甚至觉得无锡的景色也如同一幅江南水墨画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是个南方人 但是到了无锡看到无锡所有的景色还是会忍不住 哇 真的很漂亮 就会开始脑海中的所有江南的山水花就会浮现出来 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很像走进了这个山水花一样 无锡排骨很有名 然后这里的太湖三白也非常有名 然后这里水蜜桃也非常好吃 就在这里会吃得非常非常开心 我吃得很开心 而且哪怕它 我是喜欢吃辣的 但哪怕是这边不是比较辣的口味 我吃得也觉得非常好吃 歌手周深这次在太湖美音乐会录制中 用唯美的嗓音全新演绎了江南名曲《太湖美》 在花絮中他也为大家预先清唱了一段 相信由周深演唱的太湖美 在播出后 无锡太湖的秀美风景会被更多人知晓 具体后面还有什么呢 大家记得去听这首《太湖美》 意义之光 美美与共 9月17日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太湖美音乐会 唱响太湖之美 共赏江南风光 2023太湖美音乐会